赤资三百万台币为新书自导自演远赴美国拍摄 基金公司不仅为真元畅包下电影院与粉丝分享旅程和心情 还有阮金天更是特地现成站台 其实不曾听他用嘴巴说出来过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看了这本书之后可以 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面向的他 而不只将书名命名为自导自演 不少圈内还有一个是期望起热爱电影的小纵 有一天真的能眼而幽则到 我有想过 但是我还是会先从写东西开始 就写故事 然后再学习怎么写剧本 先用自编的方式 但是导演的能力 其实真的是还需要多很多的学习 所以未来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不仅大方分享心中的导演梦 面对前辈张艾加强的当起第一女主角 小纵更是天马行空的在心中 将张姐和小天配顺对 他刚也说了 你们都有拍照 他说假如我以后有机会可以当导演 他要来当女主角 然后小天也说了 要当我的男主角 满脑子就是你跟张姐摆在一起的那个画面 拍一些比较亲密的 一定会 没有尺度 不是啊 尺度这种问题应该是问我吧 怎么问导演 如果问任何一个导演 他都没有尺度 艺术是没有尺度的 你要先跟我沟通吗 这样算